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需要结合外用的药物甚至是口服的药物 通常一个人的斑可能有两三种斑的类型的混合 而且同一种斑它治疗的不同阶段需要使用到不同的治疗方法 这里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治疗斑的时候 最好要选择设备比较齐全的诊所 这样可以取得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OK明白了 那么需要治疗几次大概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一般呢治疗斑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做一次呢大家都会看到有一些明显的改善 但是如果要取得特别好的效果呢 一般需要做疗程大概两到三次 每次间隔一个月给皮肤一个代谢的时间 之前您提到了那么多机关仪器 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光子 什么是平秒吗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光子 因为这个技术的翻译非常的多 比如说光子比如说彩光超光子强脉冲光 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个东西 它们从技术上来说都叫做强脉冲光 它利用的原理呢是我们皮肤里的色素集团 比如说黑色素跟血红蛋白对于光能量的选择性吸收 也就是说当脉冲光发射的时候 皮肤里的色素集团吸收了这个能量被加热 而皮肤正常的细胞不吸收这个能量 这样的色素细胞的代谢会加强 另外呢光子它发生的这个能量呢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波长 这一点是它跟激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一个波段的能量 所以呢它除了可以对黑色素起作用以外呢 它还可以作用于血管和消除炎症 那么光子弄脯会使皮肤变薄吗 恰恰相反光子弄脯能够增加皮肤的厚度 因为它的能量呢能够轻易的透过表皮到达真皮层 来刺激成纤维细胞产生胶原蛋白 让胶原蛋白排列整齐 同时呢它还可以消除炎症 增加皮肤的这个屏障的修复 那么到底什么是皮秒激光呢 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皮秒激光 皮秒激光这个皮呢是皮肤的皮 但是其实它跟皮肤没有任何关系 皮秒呢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它是10的-12次方秒 也就是说是一秒的千亿分之一 皮秒激光的意思呢 就是说激光的能量 在10的-12次方秒 这个时间范围内 这个脉宽内释放出来 产生一个冲击波 来达到把色素颗粒震碎的这么一个作用 皮秒激光呢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第一台用于皮肤的皮秒激光呢 是在2015年上市的 它与传统的纳秒级别的激光相比呢 它把时间这个脉宽的时间缩小了1000倍 也就是说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更大的能量 发射更大的冲击波 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说 如果传统的纳秒级别的激光是把一个石头它打碎成颗粒状 那皮秒级别的激光呢 它就是将这个石头打碎成粉尘状 所以呢 这个色素它会更容易被代谢 它恢复的时间会更短 副作用也会更少 那超皮秒激光呢 它就是在皮秒的激光上面再进一步 因为它还有三个波长 可以处理不同深度和不同颜色的色斑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也提前上网做了功课 了解到超皮秒竟然还有去纹身的作用 是真的吗 是真的 超皮秒不仅可以去纹身 而且效果还相当的好 因为实际上去纹身跟去斑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都是利用激光的能量把色素颗粒震碎 然后让人体把它代谢掉 那区别就是说呢 我们去斑的时候呢 我们处理的是自然的色素 而我们去纹身的时候呢 我们处理的是人工植入的色素 一般来说呢 深色的纹身呢 是比较好处理的 如果是彩色的纹身呢 根据不同的颜色 我们需要结合不同波长的激光来处理它 那么洗纹身疼吗 应该来说洗纹身呢 比去斑来说呢 是要疼一些的 因为这个纹身里边的色素浓度呢 它比自然色斑的浓度大 所以它吸收的激光能量会比较大 但是呢 如果我们结合 术前敷麻药 治疗中和治疗后用来冰敷的话呢 这个疼痛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那么洗纹身一次能洗干净吗 我们洗纹身 洗干净 所需要的次数呢 和很多因素息息相关 这些因素包括纹身的大小 纹身的部位 纹身当时使用的颜色 纹身当时刺入的深浅的程度 还有人体代谢的速度 因为去纹身的原理 它是把色素颗粒打碎 而这个色素颗粒打碎以后 它需要被人体清除掉 这个是取决于人体自然代谢的时间的 通常来说呢 基本上不可能用一次的时间 就把纹身完全的取掉 通常需要三到五次的时间 而且每次需要间隔两到三个月 所以说去纹身呢 就一定要有耐心 要做好时间上的安排 否则呢 就是预速则不达 那么去纹身会留下一些疤痕吗 我们说如果选择了正规的医疗机构 和正规的医生来处理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留疤的 但是如果选择了一些错误的方法 比如说用二氧化碳激光 来把纹身烧掉的话 这样是会留疤的 在用皮秒处理纹身的过程中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肿啊 或者局部出现一些水泡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正常现象 只要是遵遗嘱的话呢 它会很快的消退 那么如果看视频的观众想要预约的话 怎么才能预约到呢 好的 这些项目不管是去白而去 纹身都是属于自费的项目啊 如果大家想在米兰地区预约我的话呢 可以到多尔菲诊所 如果大家想在Bergamo地区预约我的话呢 可以联系Umaidas医院 好的 感谢我医生专业的解答 大家注意了 就像我医生刚刚提到的 在治疗之前 科学正确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班的类型很多 每个人的面部问题也都不一样 咨询专业的医生 有助于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寻找对应等解决方案 今天的微聊就到这里 希望本期的内容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希望我们下期聊的话题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将挑选呼声最高的话题 进行下次的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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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